那個清朝的時候就開始了 嗯 會願意上去的人都是不要命的 我覺得他結婚生小孩很難 歡迎收看 金橋天下 走到哪 算到哪 對 哇 老師 想不到我們這樣子 從2022年這樣一路算到了2022年 其實我們這樣子感覺有一種 一起做這個節目 這樣一路陪你算 這樣走到哪算到哪 我也覺得這還不錯 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看很多東西 了解更多東西 真的 尤其是這一次你提到說 我們過年可以來錄這個新春特輯 大家最在乎就是2023年的運勢 你看我們從一路過年這些這樣錄 都很喜氣 都很喜氣 講到很喜氣的話 通常大家過完年不是什麼元宵 又有人在吃春酒 或者是辦活動聚會 對 那我問你 像一般在活動場上 如果是你的話 你覺得什麼表演是你一定會想看的 最有氣息的就是人 你看整他所在 都沒有人 對不對 喜氣洋洋 就像那種有的尾牙活動 其實他們也都會提振士氣 對啊 象徵他們新的一年要再創高峰 再創業績 對 所以就一定會五龍五十 那個清朝的時候就開始了 這個由來應該是這樣子 清朝的皇帝有一次微乎出行 那做夢 夢到人家怪獸要咬他 像獅子的東西 獎獸出來解救他 嚇跑他那個怪獸 有一次就跟大臣講說 他的夢境是什麼 夢境是這樣子 那那些大臣就把他畫一畫 把他的過程中 就把他表演出來 老師想不到你真的是 難怪姓名學這麼專業 研究得非常透徹 連這些歷史都略懂略懂 因為對這個朗篩 蠻想要去了解他的由來 所以說每次在過年期間 像有時候哪個村子不平安 就享受 朗篩朗篩的平安藝術 我今天就是要帶來朗篩 讚喔 當然 來感受一下 了解 更了解一下 深入了解 我們是皮毛 我們在看他的表演 這個朗篩真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訓練 你看 哇 老師我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 詳心審詩團的團長 詠哥 詠哥 這個是我們的命理老師 這樣子 我先拿個見面理給你們 見面理 喜氣洋洋 喜氣洋洋 上節目就有紅包 這個是因為一個過年的習俗 一個表演的一個發放的方式 你們就不記得來跟阿柴 我很高興 你們兩個 詳詩憲瑞詳志在前面 對 喜祥平安 又是心水的心 對 那個講到錢 有在花心水你看 紅包給了 不錯 不錯 這個心是心火相闖 對 所以說他有這個想法 當時在取這個名字時候 他已經都想好了 也是算一個誤打誤撞吧 他都已經想好了 要把它傳承下去 退機幕後 目前我的廠來講是沒有錯 都是給一些後備晚生 去發揮他們自己的一些表演方式 或是表演想法 經營的理念它會變成更新 對對對 更創新 更能發揮 中國傳統 這個好的技藝 能發揚光大 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好 對 柏仁 然後這個是盛凱 盛凱是勇哥的公子 對 那你為什麼會來 這個表演這個 學這個 從小就自己家裡的事業 那我們從小就開始在家裡 在學習 家傳 對 從小就開始了 對 其實那你們本身也對這種 武龍武師是有興趣的就對了 對 沒錯 那我們好奇說 這個祥心它是 有什麼樣的故事 它的由來是怎麼樣 它的由來 我們祥心館 祥心館 創館 歷於84年 84年 84年 想當年我才五歲而已 我還沒出生 你還沒出生 那時候都是我們團長 對 就 創館 嗯 可是這樣創館 也沒有面臨到什麼 就是像在訓練啊 或一些心路歷程 就是你們覺得 在訓練過程當中 最辛苦的一部分是什麼 其實一開始的 我們都會練蹲馬步 蹲馬步 來 老師 這是幾種蹲馬步 好 我們從現在開始 都蹲馬步 聽我們來講話 我們現在蹲 看可以蹲多久 我蹲 老師你不要蹲我蹲 看我可以蹲多久 你要練 這很苦的 我最近有在跑步 膝蓋還比較好 很要力 這是練功齁 你是這樣練的對不對 是 沒錯 你是幾年次 85 85 老鼠 對 喔 帥 那 聖凱 我93 93 猴子吧 所以你們現在旗下 總共帶了多少個團員 我們現在就是平日的話 差不多二十個人 平日二十個人 然後假日就是他們 週一到週五上課上班的 如果他們假日回來 就差不多三四十個人 哇 那這樣一團的陣仗很大 那基本上 老師我跟你說喔 基本上我們要遇到他們 是很難的事情 對啊 因為他們不是在表演 就是在表演的路上 跑來跑去的 而且他們衣服穿好 就是其實才剛回來而已 是表演回來的 對 剛回來而已 喔 那有跑到南部嗎 我們全台灣全城都有在跑 喔 甚至國外的表演 喔 國外 所以是有去參加比賽嗎 不過能夠把我們這種台灣文化 傳承到國外 在國外的立足是蠻厲害 因為其實像這種表演 我們常常看它也是蠻辛苦 尤其我看到這個高中 欸 它不容易 會願意上去的人都是不要命的嗎 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人 因為他這個危險性質 真的還是有啊 你說勇哥要傳承 然後再加上他們這個 團隊祥心館的名稱 再加上他們 兩位公子的名稱 老師你要不要來合用 第一個問題是說 他年紀比較大 他才華會比較好 他管理 比較會管理 比較行啦 他還年輕 啊 他的人紀沒有他的好 還有事業 他比較不會管理啦 他比較 他的個性比較 不會那麼細心 喔 比較大辣辣 你的名字裡面 這部分比較弱 嗯 他博人比較強 嗯 啊 他的意志力比較強 他管理 他比較細 嗯 他就比較 從名字看出來 他就比較沒那麼 仔細啦 把事業啦 把工作 嗯 只是做他的事情而已 嗯 他會做好 但是他沒辦法去做管理階層 嗯 這個名字裡面 也沒辦法做管理階層 是 他是 凱 嗯 他個性比較 隨和啦 他懶散 懶散 比較不那麼積極啦 對不對 因為名字會影響他的個性 嗯 影響他的內心 還有他的工作 嗯 真的他有一點 我覺得他 結婚生小狠 哦 這個小孩齁 有頭髮啦 但是他個性比較痠 嗯嗯 他的名字裡面齁 就比較不積極啦 嗯 所以說他的工作 要叫他主導 比較難 所以說齁 某人是對的啦 讓他去行管理 是對的 你會擴大啊 你也要做多大 你也要做多大 你也要做多大嘛 謝謝老師 現在這個今年 你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讓我自己底下的所有團員 都能夠提升收入 然後讓他們有機會到國外 比賽表演這樣 這個是有個願景的 視野會不同 他是很積極啦 博士很好啦 博士 這個博士的博嘛 嗯 所以說他內心 比較能規劃 有制度去做好 嗯 當然人是有一點 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還是會 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 嗯 但是這個部分 也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財庫啦 嗯 這個部分要注意 現金庫的部分 老師既然你說這麼多了 我們這個博人又可以升任這份工作 然後又可以把這團員帶得這麼好 先讓我們 先看一下 精彩的表演 表演 唱會 唱會 他很快 唱會 甚至 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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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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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